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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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人体之内 弃之源泉 极为丹田 弃可助人成仙 亦可令人成忧 我等 隐居天主之山 乃玉真气 施法术之道士 长久以来 静观世间 守望苍生 然而 无止境的战乱 是世间被邪气所遇召 现如今 更是由凶恶妖无作祟 在此相遇 即是天意 如可愿 随老朽一同 彻查邪气之元凶 为乱世带来光明的气盛之人啊 白泽 似乎也很忠义如 没想到连此山都有妖魔肆虐啊 这也证明 似义的邪气仍未消散 师父 还请您不要勉强 老朽竟被这么说 呵呵呵 岁月不饶人啊 嗯 原因已招人若揭 我等返回吧 原来如此 黄锦军邪气缠身的原因 果然如老朽所料 我 哎 有头绪了 老朽记得 应该在此附近 有了 是此物 由气炼成的丹药 需额外获得大量的气 才能升华为真丹 气量之大 难以通过生灵涂炭的战争 和灾难以外的途径获得 再加之 用于收集邪气的容器 是人体内的丹田 据传 唯有受古龙庇佑之一族 才拥有能承受其力的丹田 这所谓的真丹 恐怕与此次骚动脱不了干系 师父 关于御龙道士 您可有头绪 忍制邪法的道士并不在少数 不过 我等寻着邪气 或许便能一探真相 那么 接下来 洛阳啊 警师的某位大人物 有不少骇人听闻的传言 我们走吧 务必要多加小心 洪精就拜托了 他莽撞的性格 真是与那家伙如出一辙呀 嗯哼 嗯哼